是一个重点章节 然后有人问减值这块 我们来看一下 我给大家写了一下 大家可以截个图 我们最开始学第八章的时候 说到应收款项减值 这是22号准则 它提完减值之后是可以往回转的 然后存货 人家是1号准则 提完减值之后也是可以往回转 然后上节课我们讲的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商业 还有成本模式下的投资性房地产 包括我们下一节课要给大家讲的 长期股权投资 它是8号准则所规范的 一旦具体减值不允许往回转 然后上节课还讲了 持有代收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 这是42号准则所规范的 提了减值可以往回转 然后就是我们这节课 给大家讲的金融资产 这是22号准则 提了减值也是可以往回转的 好吧 这块大家可以截个图 没问题吧 没问题我们就往下了 我们讲完它的一个理论之后 我们再来看到题目 这道题目大家不用记 是你们典力研习11-2 因为我们是第一遍听 所以稍微有点难度 我把它改成图的形式 带着大家咱们过一遍 然后再来看书上的文字 所以加来你不需要记 什么也不要记 咱书上有 我带着你先过一遍 咱梳理一下思路 你看甲公司和乙公司 我们甲公司在2015年1月3日 购入乙公司5年期公司债券 票面年利率是12% 债券每张的面值是1000元 甲公司按照每张1050 含交易费用的价格 溢价价格购入800张 实际利率是10.66% 这是题目中已知信息 然后我们这道题还说 是按年复息到期还本 所以走的是应收利息这个科目 那加来我们来想一下 人家告诉你溢价购入 那这个交易费要不要进成本 交易费用是不是要进成本 我们初始取得的时候 它的成本是多少 怎么算 我们每一张是1050元 我们买了800张 所以我们的金额是1050乘以800 这是我们初始的一个金额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在2015年1月3号 我们的账务处理 你是贷银行存款 是吧 84万元 就是1050乘以800 算出来是84万元 然后借债权投资成本 这是面值 成本都是面值 然后你的那个差额 我们就到利息调整当中 就这个交易费是吧 4万块钱 然后我们在2015年1月3日 是这样做的处理 然后接下来我们转眼之间 来到了2015年12月31日 转眼就一年了 所以我们要确认一下 这一年它这个利息收入 所以第一步 我们要确认投资收益 怎么来算 借应收利息 这个是吧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你的面值是多少 面值一张是不是8000 所以人家的面值是 一张是1000啊 是1000 然后买了800张 是不是乘800 这个是不是就叫面值 是80万元 然后我们票面利率 听众中也是告知到 是12% 所以两者相乘之后 得到9万6000元 这是应收利息 然后带投资收益 咱们刚才讲 上照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来算 你的贪余成本 说就是我们这块这个金额 说就是开始的 两者之和 框这吧 说两者之和 这个84万元 所以我们用贪余成本 84万元 乘以实际利率 10.66% 得到89,544元 这是我们的投资收益 然后借贷现在是有差额 这个差额 我们走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科目 是6456 然后第二步 就是我们实际收到利息的时候 那你借银行存款 贷应收利息 这个比较简单 然后第三步 我们来算2015年12月31号 就第一年年末 它的贪余成本和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它的余额是多少 那首先贪余成本 咱们开始的时候 是吧 84万元 而我们本期 是不是贷方 减少了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6456元 所以我们要两者作差 得到833544 这是我们第一年末的贪余成本 我们下一年 再算投资收益的时候 要用到这个贪余成本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第一年末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它的金额 怎么算 你是不是在这块 开始的时候 算4万元 然后我们到现在 你是不是减少了6456 所以4万减去6456 得到我们的结论是 33544 这是2015年12月31号 来这块没问题的 给我扣个1 这是我们第一步 你要知道初始的时候 它该如何作账 然后第一年末的时候 我们的利息 以及收到利息 第一年贪余成本 这些该如何来计算 之前有人问 就是考试怎么考 那我跟大家讲 对于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它常考的点 就是问你 某一年 它的投资收益 这个金额是多少 然后某一年 它贪余成本是多少 这个金额 或者是某一年 它债券投资 利息调整的余额是多少 所以这张表 把几个考点给你包含在内 这是第一年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年 转眼之间来到了2016年12月31日 这一年我们也要确认利息 那么第一步要确认投资收益 借应收利息 还善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所以你发现这个应收利息 它是不变的 因为你面值不变 票面利率也不变 所以每年算出来的应收利息 它是定的 然后带投资收益 我们是按照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你上年末的贪余成本 我们是不是算出来了 它就是本年初的贪余成本 是833544 然后你乘实际利率 得到88855.79 然后两者是不是有差额 咱还是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我们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利息 那第三步 我们是要算一下 第二年年末的时候 贪余成本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金额 贪余成本怎么算 上年末的金额 我们是不是有了 本年你是不是减少了7144.21 所以你把这个金额给它减过来 得到第二年年末 它的一个贪余成本 是826399.79 那第二年末的债权投资利息调整呢 上年末的金额 我们是不是算出来了 本年末是不是也是减少7144.21 所以两者相减之后 得到26399.79 这是第二年 然后我们再往下看 到第三年 2017年12月31日 我们也是同样的思路 你第一步先确认投资收益 那你借应收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9万6 然后贷投资收益 用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你的贪余成本 变到826399.79 所以用它乘以10.66% 得出来88,094.22 同样的我们差额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第一步吧 然后第二步我们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村管带应收利息 然后第三步怎么办 是不是还是算第三年末 它这个贪余成本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所以你做多之后发现 如果它不提简直的话 你就按照这几步一步一步来 都能够算出来 那第三年末它的贪余成本 用上一年末的贪余成本 826399.79 然后减去7905.78 得到818494.01 然后你的利息调整 是不是同样道理 相减之后得到它的金额 这是第三年末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年末 到第四年末 是不是也是同样的 第一步确认投资收益 那你借应收利息 这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是9万6千元 然后带投资收益 这是你的贪余成本吧 然后乘以实际利率 得到87251.46 然后两者的差额 我们还是调整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8748.54元 然后第二步 我们收到利息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利息 然后我们算七末的贪余成本 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不是一样的呀 我们算出来之后 我们第四年末的贪余成本 是80万9745.47 然后第四年末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金额 是9745.47 来注意啊 我们前四年你算利息的时候 步骤都是这样的 到第五年的时候 稍微有点区别 因为在第五年的时候 我们要把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金额 给它充每 充到零 所以这个9745.47 我们下一年要给它先充掉 那么来看一下第五年 就是2019年12月31日 我们首先确认投资收益 借方还是应收利息 面值乘以票面利率不变 然后我们贷方 你看我们就不是先算投资收益了 咱们先用的是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9745.47 是不是上年末的这个数 是不是上年末这个数 你把它放到这儿 先放这儿 然后两者的差额 我们倒挤出来 投资收益是多少 为什么这么来算 是这样的 因为你先算投资收益的话 可能会出现伪差 这样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二进明系就抵不完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放上 你倒挤出来投资收益 这是第五年 它稍微有点区别 然后第二步 收到本金和利息时 到期了 人家要把本金给我们 我们是借银行存完89万6千元 然后贷应收利息9万6 贷债权投资成本 人家最后给我们的时候 善照面值来给的80万元 我不管你开始的时候 是溢价购入也好 折价购入也好 最后人家善照发行的面值80万元 还给我们的 这个钱是钉死的 那你第三年末 它的贪余成本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不是就是零 有同学问这块 就是说画个钉字账 因为我们在这块格式不太够 所以我们没有给你加上 之前在讲减值 还有讲存货什么 是不是都给大家加油 你自己可以在下课的时候 算的时候 你可以在旁边画个钉字账 也是很清晰的 那么这五年 它这个基本操作 你听明白的 来给我扣个6 然后有不明白的 给我扣个5 我们在这块考试 不会考你大题 就是考你计算 计算型题目 单选题 人家问你 某一年 它的投资收益 某一年贪余成本 某一年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常见的考法 而且一般不会考你特别长时间 人家不会考你第三年 第四年 一般不会 一般考你都是第一年 第二年比较好算 最后一年的9745.47怎么来的 我们往前翻 这块嘛 这块第四年末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金额 我们算算算9745.47 然后我们第五年 要把这个金额全部给它转掉 全部给它摊掉 所以你直接放到了这块 然后两者到底算出来我们的投资收益 这是咱们正常情况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家俩稍微做一点拓展 咱们来看一下 你看我们现在给大家讲的 是不是溢价购入的情况 人家的面值是80万元 我们花了84万元来买 这是溢价购入的情况吧 然后你的那个利息调整 是不是在每年当中 分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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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最后人家给到我们本金 所以这种溢价购入的情况 贪于成本是在逐渐下降的 最后等于本金 人家把本金给到我们 它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一个小土堆 然后一点一点挖土挖土挖土 然后最后平了 这是溢价购入的情况 而还有一种情况是折价购入 人家面值是80万元 而我们在买的时候 是75万元来买的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的贪于成本要向本金靠拢 向这个面值80万元来靠拢 所以你的贪于成本是逐渐上升的 它的计算还上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解的 那三个步骤一步一步来 只不过最后我们上升到了80万这个金额 所以你不管是溢价购入也好 折价购入也好 最后都是向我们面值来靠拢 这个溢价购入有点像是小土坑 它有个坑 然后你得往里边填土 你增加增加增加 然后最后平了 大致是这个意思 那这个拓展给大家讲完之后 我们加拿来难度稍微升级一下 刚才给大家讲的五年 是吧非常平和 没有提减值 你每年按照算投资收益 那样算下来就行 那加拿来我们难度升级 我们增加上减值 来看一下 在2018年12月31号 这是第四年年末 如果假公司持有的债券 在第四年末未提损失准备前 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上 80万9745.47 就这个金额咱们刚才算了出来 是吧 题目当中现在也告诉了你 告诉你之后 经检查该批债券已发生减值 预计到期只能收回本息50万元 那我的问题是 这个到期是哪一天呀 他想一想 我们现在是不是第四年末 是2018年12月31号 那人家预期到期只能收回 说的是 2019年12月31号这天 是在这一天我们能够收回来50万元 所以你发现这块是有个小坑 你不能直接拿50万来算 你得把一年之后这50万给它 折算到现在 算一个限值 是吧 我们要用这个限值来进行比较 所以这个小坑 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算一下 预计未来现金领导的限值 我们一年之后的金额 是吧 50万元 然后你往前折的时候 是除以 一加上实际利率 就一加上10.66% 然后除完之后 我们得出来 45万1834.45 这是我们的一个限值 然后你未提减值之前 你的金额是吧 80万9745.47 所以两者相减之后 就是我们提到减值损失 是35万7911.02元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账户处理 你就借新增减值损失 代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是吧 这个金额算上了 算上之后 我们还是老样子 算一下本年末 我们提完减值之后 它的贪余成本 以及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的金额 我们先来看 贪余成本 实际上 就是我们这个预计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吧 你用80万9745.47 减去减值 是不是得到 45万1834.45 实际上 是不是就是这个 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值啊 它就是我们第四年末 减值后的贪余成本 然后第二 是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你这个减值并没有影响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的这个科目 所以我们这个金额 还是之前咱们算出来的 9745.47 是这块 大家要先明白 然后接着我们来到了第五年 也就是2019年 我们来看一下 那你这一年 你是不是还要算投资收益 所以咱们先算投资收益 是借应收利息 人家这块还是面值 乘以票面利率 这不变 还是9万6千元 但是我们贷方变了 你贷方在算投资收益的时候 你是不是发生了减值 所以你用的贪余成本是45万1834.45 用这个金额乘以实际利率10.66% 然后算出来是48165.55 然后还是两者到几 算出来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47834.45 这我们讲你算投资收益 然后第五年到期 人家是不是要还给我们本金利息 那你第五年的时候 人家只能还50万元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笔分路 你看实际收到是50万元 然后我们要把债权投资这个科目 是吧 全部给它冲掉 然后是贷债权投资成本 这是80万元 然后你之前是不是有减值准备 减值准备是357,911.02 这是咱们上一步做出来的 所以你给它戒掉 然后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金额是怎么来的 我们要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钉字账 你看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个钉字账 我们在上年末的时候 是不是有9745.47 然后你本年在贷方 是不是倒挤出来 47834.45 所以出现了贷方 然后两者相减之后 贷方是不是有余额 你现在债权投资没了 你这个背底类科目 是不是也得消失 你这个科目 就是我们这个利息调整 是不是也得消失 所以你得在债方 把这38,088.98元 给它转出去 所以这个金额 就从这块来的 来我们这块 你听明白的 给我扣过一 然后有不明白的扣过二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表 它涉及到简直的时候 稍微稍微有点复杂 你剩下的数据 咱们之前其实都获得了 你这个简直 我们在上一步 是不是算了出来 然后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这个二级明细 你看 借方是不是有上年末的金额 然后贷方 是我们今年 倒挤出来的金额 你放下来之后 两者相减 你可以算出来 这个贷方 它的贷方 是 三十三万八千零八十八点九八 是这个金额 然后你把这个金额 从借方给它转出就行 利息调整 是不用都充平吗 你看 我们第五年末 这个债权投资 是不是已经没了 人家要还给我们钱了 那你债权投资没了 你那些二级明细也好 你那些背底类科目 是不是全部都要带掉 这个时候是消失了 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这道题 它属于一个模板类的题 它既涉及了正常 你确认投资收益 然后算贪用成本 还涉及到了减值 然后还涉及到了 未来信息流量的限值 那么在考试当中 如果它考 一般情况下 考的是我们刚才讲的那种情况 就是不提减值的情况下 让你算某一年 它的投资收益 很少把减值给你放入进去 只不过这是我们书上的一道 一道立题 这是一道完整的母题 所以这块稍微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考到减值 你知道怎么算就行 一般情况下 它不会把减值和前边混合在一起 要不然这道题 就算的时间确实是太长了 来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 典离研西11-2 我们带大家过完的仪表之后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教材 它的一个说法 你看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就是教材上这道立题 甲公司2015年1月3日购入以公司 2015年1月1日发行的 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该债券每年复期一次 到最后一年 偿还本金并支付最后一年利息 票面年利率是12% 债券每张面值是1000元 甲公司按每张1050 含交易费用的溢价价格 购入800张 票款以银行存款付起 说的其实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种情况 然后甲公司在2015年1月3号 购入该债券是应编制的分路 那你是贷银行存款 咱们付出了84万元 然后借债券投资成本是80万元 这是面值 然后差额就到利息调整当中是4万元 这在1月3号做的分路 然后接着我们来往下看 第二步 就是甲公司投资以公司债券发生的溢价 采用实际利率法进行摊销 咱们采用的是实际利率法 你要按照摊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来算 那么实际利率是10.66% 然后按年计算利息 那你低年的时候 我们是先算投资收益 你应收利息 删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来算 然后代投资收益 删照贪余成本乘实际利率 所以上面这块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票面利率 而下面这块是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这两者的区别 然后差额我们就到债券投资利息调整 然后第二步收到利息时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利息 然后第三步 我们算第一年末 它的一个贪余成本 84万元 减去你上面这个6456 然后得到833544 然后我们书上 它没有写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这个科目的余额 大家之后下课的时候 你在做的过程当中 最好把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这个科目余额 你给它补账 然后你每年都做出来之后 如果人家考试问你的话 你也是一目了然很清楚 这是第一年 那第二年也是同样的 你先确认投资收益 按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算财应收利息 然后代投资收益 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差额给它就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然后第二步 我们收到利息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贷应收利息 然后第三步 我们算年末的时候 贪余成本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每年的三步走 然后第三年 第三年年末 我们也是第一步先算投资收益 然后第二步收到利息的时候 第三步算期末的贪余成本 和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都是一样的 然后第四年也是这三步 然后到第四年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算一下 它的贪余成本 现在是80万9745.47 然后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利息调整的金额 经过这四年的分摊之后 它的金额应该等于9745.47 是这个金额 然后我们第五年 要把这个金额给它分摊完 因为你没有发生减值 所以我们要把它分摊完 到第五年的时候 借应收利息 这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还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这是不变的 票面利率 然后带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这是先到几 9745.47 然后两者作差 我们算出来投资收益 这是后到几刷的 然后收到本金和利息的时候 你就借银行村管 带债权投资成本 带应收利息 这五步它是一个基本的步骤 没有算减值 在考试的时候 基本上考的也是这块 不包含减值在内的 然后我们刚才给大家升级那块 就加来算的第三步 人家告诉你发生了减值 我们该如何进行计算 如果刚才那块有地方还没有听明白 没关系 我再带着大家过一半 你这块再听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假公司持有的 以公司债券在第四年 即2018年12月31日 未提损失准备钱 债券投资的账面价值上 80万9745.47 介绍未提损失准备钱的一个金额 然后经检查该批债券已发生减值 预计到期只能收回本息上50万元 你现在是不是2018年12月31日 然后到期是什么时候 到期是吧 2019年12月31日 所以你在这一天 你能够收回来本息是50万元 那我们在算现在金额的时候 你要把这笔钱给它折算到现在 算一个限值 然后这一步算的就是这个限值 预计未来现金额量的限值 用50万元除以1加上实际利率 得到451834.45元 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金额 那我们算减值的时候 你就未提减值钱 它那个金额 减去你未来现金额量的限值 两者作差 得到357,911.02 这就是我们的减值损失 这是我们讲减值损失 然后你知道减值损失之后 看一下它的账户处理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357,911.02 然后你算第四年末 贪于成本的时候 就是这个未来现金额量的限值 451834.45元 然后有同学在问说 第五年的利息调整数的数额 为啥要等于第四年的利息调整的金额 9745.47 因为它是个二级名系 我们刚才讲债权投资 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利息调整 如果你不提减值的话 最后这个科目 这个二级名系是等于零的 那你在第四年算出来 9745.47 那没有减值的情况下 你第五年是不是要给它截平啊 所以你要在代方 你要在代方走这个9745.47 就这个意思 是没了吗 你要给它冲料 然后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第五年年末 来接着往下看 然后第五年年末的时候 你确认投资收益的时候 是借应收利息 这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然后投资收益怎么算 贪余成本 乘实际利率吧 你的贪余成本 是我们刚才算出来的 是未来新级里面的限值 是451834.45 然后实际利率 也是题目中告知的 你算出来之后 金额是48165.55 然后你两者作差 你用96减去它 得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47834.45 然后你可以画一个 还是这个科目的名 就定字账利息调整 你可以下课的时候 自己画一下定字账 你可能就更清楚一点 你上年末 我们讲上年末 是有9745.47 上年末 9745.47 然后你本年发生 是吧 计题 计题 是47834.45 然后你两者作差之后 在贷方出现了余额 就是38,088.98 那我们在实际 收到本息的时候 这个债权投资已经没了 这个债权投资没了 所以你要把它相关 这些科目全部解转掉 这些科目你要全部解转掉 你就贷债权投资成本80万元 然后借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357,911.02 然后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吧 你余额是在贷方 你现在走借方来解转掉 然后我们实际收到的钱 就是50万元 那这笔分落就这样来做的 要给大家说一下 就这块简直这块 它是书上教材上的立题 但是在我们考试当中 一般不会这么考你 因为加上这块以后 它的难度确实是往上增加了 咱们一会可以看一下考试 人家是怎么考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命题角度 根据经济业务计算债权投资 各期末的贪余成本和各期的投资收益 一般就是让你来算贪余成本和投资收益 然后这个公式你可以记 你也可以按照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那个流程 一步一步的来 是吧 哪个都可以 你看哪个对于你来说更加方便理解一些 那我们来看一下考试题目 这是2019年单选题 然后我们通过这道题目 你来感受一下考试它怎么考我们 咱先来看问题 采用实际利率法摊销 则贾公司2018年12月31日 该金融资产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科目的余额为 人家问的是债权投资利息调整这个科目余额 那我们接下来读一下题 贾公司2018年1月1日以银行存款84万元 购入乙公司当日发行的5年期固定利率债券 作为以贪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核算 该债券面值是80万元 面值是80万元 每年复息一次到期还本 票面利率是12% 实际年利率是10.66% 其实这道题吧 就来自于教材立体 它连这个金额都没有给你改 直接放上来了 是吧 84万元我们实际购买的金额 然后面值还是80万元 然后我们接下来可以做 你第一步是啥呀 你是不是训认投资收益 那你就借应收利息 这是按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你面值是吧80万元 票面利率是吧12% 所以80万乘以12% 这是应收利息 然后代投资收益 投资收益是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贪余成本说在这 84万元 你的实际利率 说在这 10.66% 所以你两者相乘之后 得到8.9544万元 然后两者的差额 我们走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是0.6456 然后接下 你看我们在初始购买的时候 你的购买价格是84万元 然后面值是80万元 所以减80 它的利息调整就是4万元 然后你今年减少了0.6456 所以期末的债权投资利息调整 科目余额 就是用4减去0.6456 等于3.3544万元 所以考试当中一般 它不会把减值给你放在一起来考 第一个是比较复杂 第二个是如果放进来的话 作为一道单选题来说 其实性价比并不高 所以我们讲 你对贪余成本来讲 你首要掌握的内容是哪些 就是咱不提减值之前 每一年它的投资收益如何来算 每一年贪余成本如何来算 每一年债权投资利息调整的金额如何来算 这是你首先要把握的 你把这些掌握之后 你再来看难度升级的 如果说这个难度升级的内容 你真的是理解不了 你可以先放一放 这是没关系的 来这道题啊 你明白的给我扣个1 然后不明白的扣2 其实这道题还是比较友好的 因为人家是2018年月1日买的 然后问你2018年12月31日的金额 就算了一年 人家也可以让你算两年 第二年它的金额 大家下课的时候 一定要动手自己算 我在课上带着你 虽然过了几秒 但是你一定要动手自己算 你才明白哪块是你的不弱点 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类 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你有个别点没听明白的 你稍微记下 然后下课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答疑 然后如果有哪块你没听明白 下课再听回放 我们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了 我们再来看第二类 就是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得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资产核算 我还是问大家 它要满足几个条件 是吧 咱刚才带着大家算了半天 你是不是连这个金融资产的条件 都有点忘了呀 这个条件是几个 是不是两个 我们还是看一下金融资产分类决策数 你看人家说分类为第二类 所以它只能是债务工具投资 首先它要满足合同现金流量特征 收本金收利息 其次我们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收取合同现金流量的目标 是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我们把它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得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所以是这两个条件同时满足 才得到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得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这是它的来源 你下课的时候 你在看的时候 你也可以把那张金融资产决策数放在旁边 你每看一个 然后你对照着 看看它是哪块的 而我们将来还是根据初始计量 后续计量 以及处置这个顺序来给大家讲解 首先是初始计量 它跟以贪于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 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除了科目名称不一样之外 剩下的都一样 你看它也是按照公允价值和交易费用之和 作为初始入账金额 然后不包括已宣告 但尚未发放的债券利息 这是不个贷电款啊 贷电款 贷电款 所以它作为应收项目来核算 不尽成本 然后它的分路 就是贷银行存款 这是我们实际支付的钱 然后有已到复息期 但尚未领取的债券利息 我们就到应收利息 然后借其他债券投资成本 这是面值 然后有交易费用的 就到利息调整当中 所以它跟贪于成本 这样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计量的时候 除了科目不一样 剩下的都是一样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后续计量 大家拿出笔啊 在这块打上星后 对于以贪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它的后续计量 是它的特点 而且这块有一定的理解难度 所以我在这块带大家先过一表 如果你有哪块地方 没有听明白 下课一定要趁热打铁 把回放听一下 我们讲你分了为第二类 我们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吧 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出售 所以它有两个目的 因此它的后续计量 有两条线 第一条线 你要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你是把收本金收利息 那你跟我们之前讲 以贪于成本 这样的金融资产一样 你要算投资收益 然后该减值的时候 你要减值 这都是一样的 而且你算的投资收益也好 减值损失也好 都会影响损益 是不是跟我们刚才说的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条线 收本金收利息的这条线 那第二条线 你是以公允价值计量 你要出售吧 所以我们期末的时候 是按照公允价值计量 那你公允价值计量 你这个变动的差额 我们就到哪 是就到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人家的名字 叫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 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你这部分公允价值变动 还没有实现 所以你先就到其他综合收益 你未来处置的时候 你正经给它卖了 这部分损益实现了 你再把其他综合收益 转入到当期损益 所以这是它的两条线 它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两个 所以我们加来后续计量 是走两条线 你这块先清楚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条线 第一条线 就是收本金收利息 收取合同现金流量这条线 那你首先是不是要 确认投资收益 还是我们刚才讲的 你借应收利息 其他这份投资应计利息 按照面值乘以票面利率来算 然后代投资收益 这是贪于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所以刚跟刚才才讲的是一样的 然后两者的差额 我们走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这个科目 这第一步 然后第二步 我们收到本金 收到利息的时候 那你借银行存款 带应收利息 借银行存款 带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你看这块是不是跟前面一样 你这个投资收益 它会影响损益 这是第一条线 然后我们接着来看 在资产负债表日 我们是不是得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因为你是出售嘛 又想出售 所以你得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那公允价值可能会上升 也可能会下降 公允价值变动 不影响损益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因为你现在还没有实现 所以你先放到其他综合收益当中 未来处置的时候实现了 你再转损益 好 这时候我们讲第二条线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发生减值的时候 在资产负债表日 且能按照准则的规定 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进行减值会计核算 为什么要提减值 还是你的第一条线 你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不是收本金收利息 你收本金收利息 就面临着收不上来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提减值 所以两条线你要明白 第一条线该算投资收益 算投资收益 该算减值算减值 然后第二条线咱们出售 你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然后接下来我们来看照 并在其他综合收益中确认减值准备 同时将减值损失或减值利得 就当期损益 信用减值损失 且不应减少该金融资产 在资产负债表中 列出的账面价值 这个分路 特别特别奇怪 所以我们要给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分路 来我们来看一下 你首先你发生减值的时候 借方是信用减值损失 这个坑目没问题吧 你会影响损益 但是代方你看 他代方走的不是资产减值准备 而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我们来先回忆一下 我们讲债权投资减值的时候 你是不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你是不是这么做的 你借方影响了损益 代方影响了资产 它这个价值 那你按理说 我们其他债权投资 是不是也应该这么做 借信用减值损失 代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按道理来说 咱们应该这么做 但是我们这笔分路 你看代方 代方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它没有进被抵雷科目 所以没有影响资产的价值 为什么呀 是吧 我们下来要给大家讲 为什么它不影响资产的价值 是这样的 你看 我们期末是按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人家公允价值现在已经钉死了 是多少钱已经钉死了吧 然后你测试之后发现 哎 简直了 你简直如果啊 假如说要影响资产价值的话 进被底的科目 你这个价值是不是会减少 你减少之后 人家期末可善照公允价值来计量 公允价值不变 你又得把这个金额给它调回来 调回来之后你发现 哎 有减值呀 我们还得提减值 你又会往下减 哎 我们公允价值不变呀 你还得调回来 你发现这样来处理的话 就没完没了了 你要往下减 你又要调回公允 然后你要具体减值 你又要调回来 所以我们准备这块 你也别这么麻烦了 你代方不要影响资产 它的价值 你走其他综合收益 哎 这笔分路就两全其美了 既照顾到了你减值 我又不影响公允价值 这个理念就在照 如果有同学 你第一遍听的时候 这块有问题 很正常 你下课的时候 把这块再听一遍 你把之前的学明白之后 你这块再听一遍 这块的解释是能够听明白的 这个分路是极其特殊的处理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带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你往前翻一下 我们再读一下这段话 他说在资产负债表示 前应该按照准则的规定 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奔斗就其他综合收益的 金融资产进行减值会计处理 你是不是要进行减值 而且你减值它会影响损益 所以走信用减值损失 这块没问题 但是你贷方不应减少 该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中 劣势的账面价值 所以我们不能走 其他债权投资减值准备 而要走其他综合收益 这块有点难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同学的问题 大家有什么问题 可以问一下 我们在这块稍微给大家解释一下 公允价值的变动影响贪余成本吗 你公允价值变动积入到哪 你积入到的是不是其他综合收益 它不影响贪余成本 为什么已经公允价值变动了 还要减值 是这样 我们一开始就给大家说 我们管理这项金融资产 你的业务模式是两类 第一类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对吧 你要收本金收利息 然后第二类 你是要出售 你是两条线 你第一条线在收本金收利息的时候 有可能面临收不上来的风险 所以我们要提减值 就出现了 既要提减值 又以公允价值出现 就以公允价值变动 来确认这种情况 所以两者它都有 对这块是业务模式造成的 因为我们管理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又出售 所以你该算减值算减值 该算投资收益算投资收益 然后这边该以公允价值来计量 还得以公允价值来计量 有同学问公允不影响损益 那简直也不影响损益 你看你简直走的是哪条线 你简直是不是走的第一条线 走的是收本金收利息这条线 你确认投资收益是不是影响损益 那你简直是不是也要影响损益 而你公允价值变动这边 你还没有实现 而你现在还没有出售 所以还没有实现 所以我们这个变动 你不能影响损益 走其他综合收益 来我们这块就先给大家解释到这块 你有问题可以稍微先记下 然后我们接着再往下来讲 这块它是一个小小的难点 有一点点混淆 大家下课的时候 把我们这个回放再听一遍 你理解这个业务模式两条线之后 这一块是能够理解明白的 然后第三就是处置 第一应将所取得的对价 对价的公允价值 跟该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 确认为投资收益 你卖了多少钱 然后跟它的账面价值之差 我们确认为投资收益 就是投资收益 然后之前就其他综合收益的累计利得或损失 应当从其他综合收益中转出 就当期损益 你看之前你公允价值变动 我们是不是没让你影响损益 让你走其他综合收益 你现在这个东西 你给它卖了 是不是实现了 所以其他综合收益转入当期损益 也就是投资收益 所以这块是两步走 那你借银行存款 就是我们实际收到的钱 然后带这块就是它这个账面价值 把它全部带掉 然后差额我们走投资收益 或者是借方或者是贷方 然后你之前记录到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可以转入投资收益 影响当期损益 这是我们第二个 它的一个处理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点的延期11-4 咱们通过这道题 再把刚才给大家讲的内容稍微巩固一下 通过题目你们可能理解的更清楚一些 我们来看一下 泰达公司2019年1月1日 购入华发公司同日发行的三年期公司债券 票面金额是500万元 票面利率是4% 实际利率是3% 共支付加款是514.122万元 利息是每年支付 本金到期支付 初始确认时 泰达公司将该债券投资 划分为其他债权投资 划分为其他债权投资 也就是分类为第二类 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那你划分为它之后 我们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就是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出售 这是两条线 所以我们该确认投资收益 你要确认投资收益 该确认减值损失 你确认减值损失 然后期末的时候 还要按照公允价值进行调整 那我们来看一下 2019年月1日购入时 你是按照514.122万元购入 所以带银行存款 然后借其他债权投资成本 这是面值 成本永远都是面值 这是不变的 然后你的差额就到利息调整科目 是141220元 然后接下来我们往后走 到了2019年12月31日 你是不是要算今年 它的一个投资收益 所以票面应收利息 它还是面值乘以票面利率 面值是多少 面值是不是500万元 你的票面利率是不是4% 所以我们用500万元乘以4% 得到应收利息 然后实际的利息收入 是投资收益 那你用贪余成本 贪余成本乘以实际利率 贪余成本是我们付出的钱 5141220元 然后实际利率 题目中告知了是3% 所以两者相乘之后 得到154237元 那我们这个分路就出来了 你看借应收利息 带投资收益 差额我们走其他债权投资 利息调整 然后实际收到钱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带应收利息 然后期末贪余成本 我们两者相减 是不是能够算出来 然后要给大家说一下利好的消息 如果有学住块 学中级的同学 你知道我们是可以往下接着算的 第二年第三年接着往下算的 但是我们财务与会计的考试 它只算一年 所以第二年第三年 不会让你来做的 所以咱们就只算一年 你现在是不是把贪余成本做了出来 然后我们另一条线 是要根据期末的公允价值来进行调整 那么来看一下期末的公允价值 在2019年12月31日 债券市场的公允价值是500万0470元 500万是500万0470元 是这个金额 然后我们用贪余成本 我们用公允价值减去贪余成本 是不是能够得出公允价值变动 然后知道公允价值变动 它不影响损益 先影响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我们是借其他综合收益 代其他债券投资 公允价值变动 9494,987元 到这之后 我们这块的处理就结束了 是吧 我们之前给大家讲 实际上它是能往后算的 算第二年 第三年 甚至第四年 第五年 你往后算是很复杂的 因为它既涉及贪余成本 又涉及你公允价值 但是我们财务与会计这个教材 没有往后算 我们的教材立体当中 就算到第一年 所以如果考试出现 它也最多考你一年 对大家来说是利好消息 然后另外一个情况 就是对于分类为以 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就有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资产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一类 在考试当中 它经常考察的是文字型题目 什么叫文字型题目 就是给你一些结论 让你来判断是正确的 还是错误的 那从哪来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后续计量 这块是一个重灾区 它经常从这块出题 因为它知道 大家在这块容易搞错 容易搞混 所以经常把这块拿出来考察大家 大家下课的时候 一定要把那块再好好听一下 有同学问 15万4234元怎么来的 在这吧 你看我们一开始 是吧付了514万1220元 然后你的成本 是吧这块 然后你根据贪余成本 乘以实际利率 是吧算出来实际的 实际的投资收益 是15万4237元 跟之前算的都是一样的 这是分类为第二类 来大家这块有问题的 可以稍微提一提 我们再给大家说一下 所以往后算的 你不需要掌握 你就掌握一年就行 一年的还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的 你先算贪余成本 然后有公允价值 你调公允价值就行 好吧 如果这块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典力研习11-5 2020年单项选择题 来看一下这道题 资产负债表示 以预期信用损失为基础 对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就有 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进行减值会计处理 这是吧 我们刚才给大家讲的 分类为第二类的金融资产 确认的减值损失 应就到会计科目是哪个 说D选项信用减值损失 各位你们书上B选项 你们把它稍微改一下 那个B选项 你们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不对啊 不对 如果B选项是其他综合收益的话 这个题它就有两个答案了 它就成多选题了 你稍微改一下 我们这块 它的分路 咱再给大家写一遍 是借信用减值损失 减值损失 然后带 其他综合收益 综合收益 是这样的一笔分路 你看借方它影响到损益 而且是信用减值损失 带方它没有影响资产的账面价值 人家走的是其他综合收益 所以这个分路特别特别特殊 好吧 这样 现在是9点05分 我们稍微休息一下 我知道这块的内容 大家可能理解起来 稍微稍微有点难度 你重点要把握的是啥 就是分类为以供应价值计量 且且变得就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我们管理该金融资产的业务模式 是两个 既收取合同现金流量 又出售 所以在后续计量的时候 它有两条线 稍微有点复杂 好吧 我们第二节课就先上到这里 大家可以简单看一下 我们等到9点10分的时候上课